11月15日,市域赛小组赛,葡萄牙被塞尔维亚绝杀,无缘直通世界杯。 赛后发生了有趣的一幕,打进绝杀球的米特罗维奇,穿着内裤喝着可乐跑进场地内与看台球迷一同请出胜利。 这不仅是让人想到了此前世界杯期间,C罗在发布会上移走可口可乐的狗,米特罗维奇之后还在社交平台晒披萨啤酒,这次分明是有嘲讽的意思。 不仅如此,赛尔维亚球迷还聚集在广场模仿C罗的庆祝动作。 真可谓是杀人中心啊。